7月12日,在法轮功720反迫害大集会上,多位议员及社团领袖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暴行。 新书《国家操控》一直在中国被滥用,也在当天正式出版。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前来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,多位议员及社团领袖严厉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3年的种种迫害手段。 特别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 集会当天,由国际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先生及特雷垂一一时共同编辑的新书《国家操控》一直在中国被滥用一书正式出版。 丘吉尔医师说,这本书汇集了来自七个国家医学界、法律界及人权方面专家的论文,出版前就已经在极大网站预售。 5月24日,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度人权报告中,首次明确提到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。 去年6月开始,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新增一项提问,要求申请人回答是否参与过强制移植人体器官。 新唐记者雪莉,美国首都华盛顿DC报道。 実質地球正規 Peach 互相 acuerdo 所以当证明的证明所分駅 突日試证明不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